你听说了吗?一个叫Fibromaxin纤维最大化的新趋势正在席卷全球 人们开始疯狂地拉满自己的纤维摄入量 这不只是个网红噱头 来自塔夫茨大学的科学家Jennifer Lee指出 我们普通人的健康寿命和总寿命之间平均有长达9年的差距 最后9年可能是在糟糕的健康中度过 而研究证实长期缺乏纤维不仅会导致糖尿病肥胖甚至还与节肢肠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增加有关 所以拉满纤维就是为了拉长我们的健康寿命 那么到底要吃多少? 记住这个黄金法则每摄入1000大卡你需要14克纤维 简单换算一下一个19到30岁的女性每天大约需要28克 但是就算你每天吃够了28克你也可能是在无效甚至有害的摄入 因为你很可能吃错了种类 科学家Lee指出纤维分为两种 第一种可溶性纤维soluble 比如燕麦牛油果豆类西兰花它会吸水变成凝胶 它负责让你有饱腹感帮你控血糖降胆固醇还是你尝到菌群的顶级美食 第二种非可溶性纤维insoluble 比如全穀物坚果种子它不容于水 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增加体积形成你的便便防止你便秘 重点来了 科学家给出的黄金比例是非可溶性与可溶性的比例应该是2比1 比如你一天吃30克 那你需要20克的非可溶性通便的和10克的可溶性控糖的 你是不是一直都吃反了 最后科学家提醒如果你刚开始拉满纤维 身体需要时间适应 并且一定要喝足量的水 否则纤维太多水太少 你反而会严重便秘 你真的吃对纤维了吗 不容赜 不容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